上了太多次大,俄方请求中国办件事,但现在并非时机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实军,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上了多次大,俄方请求中国办件事,但现在并非时机 目前俄乌冲突严大,北约还在持续踩踏俄罗斯红线 都过呼吁放宽对担注乌克兰武器的限制,允许乌军用他们的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目标 同时法国和一些东欧国家带头叫嚣要派兵到乌克兰,一边是极限挑衅 另一边,乌克兰和欧洲又准备搞和平峰会,他们即将在瑞士举办所谓的和平峰会 美国和乌克兰已经多次篡托着中国出席,不过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了拒绝 在前不久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破访的乌克兰德莲斯基甚至对中国出言不逊 网成中国施压一些国家不要参加峰会 西方舆论还借机指责,中国不参加和平峰会,就是不支持和平 就是和俄罗斯站一起反对乌克兰 事实上,中国一直积极努力推动俄乌停火谈判,但这个和平峰会猫腻太多 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秀场 瑞士发送了约160份邀请,但唯独没有邀请冲突 相关方俄罗斯却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不合作 不过除了西方,其他主要大国都表示了拒绝 连美国总统拜登也不去 澳大利亚也拒绝参加 就连德国总理舒尔茨也说了句大实话 指出和平峰会不会讨论和谈问题 不过他认为这是因为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自信 导致和平谈判遥遥无望 事实上,一直拒绝和平谈判的是乌克兰,而不是俄罗斯 普京在上个月访问白亚俄罗斯的时候还强调 俄罗斯愿意和乌克兰谈判 但谈判必须基于常识和当下事实 并且保证与乌克兰合法政府打交道 在这种背景下,前不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只有中国可以召开和平峰会 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可以参加 他意思是,只有中国有资格,有能力主持俄乌和谈 如果要谈判,俄罗斯也只信任中国 毕竟以前俄罗斯上过好几次当了 以前的明斯克协议,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已经承认 这就是为了武装乌克兰拖延时间的协议 在冲突之初,俄乌原本在土耳其达成停火协议 俄军从基辅撤出,乌克兰却在英国从勇下翻咬一口破坏协议 俄罗斯对他们主持的谈判已经没有信任感了 同时,拉夫罗夫也是在嘲讽所谓中立国瑞士没有资格 他们一边假惺惺搞和平峰会 另一边却持续推动冲突升级 中国的回应是相对积极的 只要乌克兰不把中国彻底得罪 最后中国肯定会鼎力支持俄乌和平谈判 只是现在并没有到时机 因为俄乌冲突本质上是背后的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北约退场,乌克兰才有战略自主的空间 但目前看来是不可能的 美国希望乌克兰继续打下去 美国也根本不可能放下面子 给中国扩大话语权的机会 泽连斯基也不想停火 因为一停火,他就彻底失去合法性了 所以说,可能真到有一方流干了血才会结束 也就是之前美国说的 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中国作为第三方 根本就平衡不了其冲突双方及背后方的利益 好,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爱做缪失的